這麼說 北上是使南下使須 因為北上是主動的 是自願的 而南下就不那麼主動 不那麼自願 因為本來南下其實它就是為了這個港珠澳大橋 而開通儀式 它必須要去 那既然去了港珠澳大橋了 那當然你廣東你不視察 考察一番 就未免講不過去 你去考察了 你不講話 那也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南巡其實是跟這麼一個 就是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儀式有關係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它的一些講話 就並不是完全它出於自願 就不像它北上 北上它沒有這種安排 是它自己要去的 另外從它講話 從內容也看得出來 北上講話 它的講話確實是它自己想的話 它表達它自己的意願 而反過來 南下的一些講話 它就未免都是一些套話 並沒有什麼任何這個新奇之處 那麼其實這裡確實是 我們就可以看出 這個真實的習近平 就像我剛才開始也講到的 你上台六年來 習近平的所作所為 已經證明了它不是一個改革派 當然在政治上的道行逆施 那是比比皆是 在這個經濟上 固然我們不一定 我們認為它不一定就是要真正回到毛時代 因為毛時代的那種慘痛教訓 我想它也不會是完全不知道 但是它確確實實對民營企業的發展 是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尤其是它希望從政治上強化 對民營企業的這種控制 那麼這麼一來呢 也就是說 它所心移的方向 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方向 而是把本來就不那麼市場經濟的 這個中國的目前這種經濟格局 進一步拿向倒退 這一點來說應該是比較清楚的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它在南下的那些講話 之所以顯得那麼空洞 那就是變得就很可以理解的 因為那本來就不是它的意圖所在